大家好,我是PTS的特约报导员Samantha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 EPM蛋夹 这个蛋夹可以放到150粒BB蛋 这个EPM蛋夹的设计非常简单 但你可以看到它变出心裁的地方 就是这里有一个透明位置 里面有一些类似真实子弹的装饰 但其实它是假的子弹 令到整件事更加真实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到这里 有一个透明的洞洞 当我们入满了BB蛋之后 你就会看到一点橙色的点 就代表已经入满了 如果BB蛋耗尽了 怎样可以知道呢? 就是可以在这个圆形的洞里 看到一点橙色的 相信大家现在都可以看到 因为其实里面是没有BB蛋的 大家都看到橙色一点 就代表已经耗尽BB蛋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可以看看这个蛋夹底部 有一块胶 这块胶 这块胶 当我们用完 将蛋夹移出来的时候 跌到地上 做一个避震缓冲的作用 那我们的蛋夹自然没有那么伤 最重要一件事 在我们蛋夹底部 有一些正方形格子的东西 这个格子位 就可以让我们作用一些技号 当我们玩完整场游戏之后 就可以透过这个技号 找回属于自己的蛋夹 讲完EPM蛋夹之后 我就要推荐一个更正的蛋夹给大家 就是这个EPM的蛋夹 它是和Odin合作设计和推出的最新蛋夹 这个蛋夹现在蜂魔全球 是暂时全球最高容量的蛋弓蛋夹 它的容量可以有250粒BB蛋 足足比起EPM多了100粒BB蛋 我们去看看它的外形设计 它的外形设计比起EPM蛋夹 薄了很多 当你把这个蛋夹放在你的智术背心的时候 就会更加方便和没有那么大负担 在外形方面 这个纹理有一个粒粒的纹理 就可以增加我们玩家的手感 这个EPM一蛋夹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透明位 这个透明位是一个指标 告诉我们用家听 我们的BB蛋究竟用到哪一个位置 当橙色的一点在最底 证明我们的BB蛋已经耗尽了 当我们的BB蛋入门的时候 它橙色的一点就会去到最顶 让我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看 这个黑色的蛋夹 已经入满了一半有多的BB蛋 我现在就会用这个手胶式的入蛋器 试试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手胶式的入蛋器 下面有一个圆形的洞 就是对着我们蛋夹的洞 这样放进去 听到拍一声就代表你已经陷入了 这样蛋夹入蛋的时候一定要向下 我们只要将这个手柄 顺时针方向扭动 这样就可以看到 橙色的点已经升到最顶了 我们就可以按一下灰色的按针 拿回蛋夹出来 然后就进入满蛋了 这个EPM1的蛋夹 底部也是做了一个避震的位置 就和EPM蛋夹一样 最大分别就是 EPM底部这块胶是一个橡胶 而EPM1就是一个硬胶的设计 同样地它们两款都会有一个正方形的格子 可以给我们玩家做一个标记的作用